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卫独报 我是Cherry 面对摇摇欲坠的经济 中共总理李强6日召集多名体制内经济学者开会 搜集对于旧经济的意见建议 部位专家分析指出 李强领导的国务院对中国经济现状一筹莫展 其实经济的症结根源在中南海 李强要听习近平的 由于习执意要和美国对抗 目前中国经济多重危机陆续爆发 恐怕已无药可救 综合报道 中共总理李强7位6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专家有8人 据官媒报道 在听完专家意见后 李强首先吹捧 在喜领导下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 然后甩锅外国 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对中国发展带来诸多影响 然而近期许多有官方背景的经济学家 纷纷抛出另类观点 不乏警告异味 其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就提到 青年失业问题 直言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 甚至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索 独立学者郑旭光指出 可能李强也觉得问题大 但是习近平告诉他没事 李强也只好装作没事 这次主要是要找一些马屁学者 给学界传达一个声音 你们要多提建设性意见 就是帮忙不添乱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分析指出 这时候李强召开经济情势分析会 主要是最近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跌跌不休 人民币也在贬值 业界对于中国经济相当悲观 但是中国经济目前不是政策说了算 开了再多会议也没有用 而且包括中美的矛盾 或是国进民退这些大方针 恰恰都不是李强能够做的 只能是习近平拍板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认为 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是 多重危机同时爆发 从房地产到地方政府债务 从外资撤了订单 跑路到就业危机 可以形容为多重器官衰竭 而推动用人民币去结算能源交易 是习近平最大也是最新的一个败币 自6月25日之后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已有12天为公开露面 与此同时 中共取消了欧盟最高外交官的访华行程 引发各种猜测 在7月7日的新闻例会上 当被问及秦刚是否有健康问题时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没有给出具体回答 据报道 欧盟驻华大使驼妖会此前表示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何塞浦·伯雷利将于7月10日抵达北京 预计伯雷利会和秦刚会面 但中共几天前突然取消了此次访问 且没有做出解释引发猜测 在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被问及 为何取消伯雷利的访华行程时 他回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说我们欢迎伯雷利高级代表 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 愿同欧方继续保持沟通 美国政治新闻网网站政客报道指出 欧盟方面已有猜测说 秦刚可能出现了健康问题 因为他已经有多日没有公开露面 彭博社报道7日当被问到政客报道中所说的 秦康健康问题时 汪文斌回答他没有听说过这一报道 此外秦刚原定6月下旬 与欧盟国家驻华大使举行的午餐会 也被临时取消 受邀名单上的一名驻华大使 透露了这一消息 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 定于9日抵达北京访问 届时秦刚是否会现身 备受外界关注 东盟外长峰会也将于下周在雅加达举行 通常中共外交部长都会出席这一论坛 汪文斌在7日的新闻会上说 有关中方参与多谋会议的消息 外交部将会适时发布 但中共新闻会记录的稿子里 没有提到这一点 另据政客报道 一位欧盟发言人表示 伯雷利将再选择其他替代日期进行访问 如果伯雷利最终实现访华 他可能向北京提出 中共对流亡香港活动人士 发出通缉令 悬赏捉拿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7月6日抵达北京 进行没期四天的访问 他的第一餐适合同聊到 北京三里团的一家 云南料理餐厅用餐 引发舆论关注 7月7日 耶伦底经第一餐吃了 云南菜见首清 等话题登上百度热搜 排名第一 北京三里团的云南料理餐厅 一溯一望 7日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称 美国财长耶伦来了 看新闻的时间推算 真的是落地中国风尘仆仆 就来了 听电影员说 他很爱骏子 见首清就点了四份 根据微博上公布的图片 耶伦一行人并没有坐在包间 而是在大厅里和普通民众一起用餐 微博网民攀攀猫说 自己当时正好在该餐厅吃饭 偶遇了耶伦 耶伦点了些云南的家常菜 包括香草烤鱼 薄荷牛肉卷 酸菜炒洋鱼片 炒牛干菌 大理刁梅小排等 举其这家餐厅在北京使馆区附近 有网民猜测 是美国驻华大使馆 向耶伦推荐了这家云南菜 还有网民注意到 耶伦用筷子很熟练 或许是一个中菜爱好者 还有网民借此调侃中共官员 美国财长一行 还没有我们镇长乡干部进城 吃得有排场 据彭博社引述之前是消息 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正在解雇 上海工厂电池生产线工人 原因是中国汽车市场爆发激烈价格战 对此特斯拉中国没有置评 报道援引之前是披露 特斯拉通知上海工厂电池装配线的部分员工 可以转移至其他乳冲压喷漆生产线 目前尚不清楚 有多少电池生产线的员工被解雇 也不清楚裁员背后的具体原因和动机 特斯拉上海工厂拥有约2万名员工 每年生产约100万辆汽车 是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座工厂 6月的交付量较同期成长近20% 达到了93,680辆 不过在今年1月和3月 两次对电动汽车进行降价后 特斯拉第一季的盈益率缩减至11.4% 为两年来的最低点 之后特斯拉又进行了几轮降价 对此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 他愿意在美辆售出的汽车上少挣一点钱 本月初为了避免削驾竞争 打乱中国电动车市场 特斯拉及比亚迪等多家中国汽车厂 在上海共同签订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承诺书 相约约定公平竞争 不异常定价扰乱市场 并共同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积极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 火箭军是中共引以为傲的军种 但是近期却有消息指出 中共火箭军的多名高层被带走调查 有消息称这次中共火箭军出事 一共涉及到五个人 首先是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 他在今年4月份上旬最后一次露面之后就消失了 第二个是曾任火箭军副司令的张震忠 后来成为中共军委参谋部副参谋长 他也是在4月份开了一次会议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另外早在二十大前夕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副总司令上红 也是航天军的司令被突然取消了 代表资格后也消失了 第四个就是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 他在6月底时传出在会议中被带走 李玉超不仅最近没有露面 6月28日习近平还火速提拔了两个上将 海外视频人士陈破空分析 习近平紧急提拔两名上将就代表一共有两名上将出事了 恐怕火箭军前司令魏凤和上将也出事了 李玉超出事涉及了魏凤和 因为他是魏凤和带出来的子弟兵 尽管魏凤和已经卸任中共防长 火箭军这些军头出事原因陈破空分析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里通外国或者是跟美国交好 而此前美国对中共火箭军了若执掌的报告 也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和警觉 因此展开调查就盯上了李玉超甚至是魏凤和 所以这次火箭军的确出事了 而且恐怕是还不小 中共监管机构为了提高上市公司品质 推出了许多新规则 不达标就会被退市 这也让中国今年退市的企业数量 渴望创下历史新高 彭博社报道指出自1月初以来 上海深圳交易所共有21家公司失去了上市资格 另外还有22家面临退市边缘 尽管今年才刚过一半 但潜在退市公司的数量已经和2022年 全年44家公司退市的历史记录近乎持平 报道指出 一方面中共监管机构为了提振 投资者信心等 2021年修改了退市指引 导致隔年起退市公司数量大增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放缓 市场情绪疲软 加上IPO改革措施扩大 都是中国企业股票退市的因素 尽管如此 但退市数量仍改不上IPO的速度 中国交易所上半年迎来近200家新的上市公司 这比全球任何国家都要多 本期指出 如今通过上市圈前 依然是中国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 也是迅速致富的首选 因此 尽管大环境不好 企业还是试图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上市 到头来 倒霉的还是韭菜们 一举美国三年多的英国萨塞克斯公爵 与公爵夫人哈利与梅根上个月经历了与Spotify拆伙的风波之后 日前也正是清空夫妻俩在英国仅剩的住所交给王室 最近也有消息称哈利考虑抽离老婆梅根 星光异异的好莱坞生活方式回归低调 引发外界关注这对夫妻是否有各自发展的倾向 哈利与梅根2020年脱离英国王室以来一度抢进媒体的版面 但是一连串的高调曝光却拖垮哈梅在美国的人气 甚至一度降为负值 今年6月哈梅与Spotify证实原型不续约 外传原因是产能不及格 高达近2000万美元的合约金恐怕拿不到 搞得两人很狼狈 日前英国媒体称38岁的哈利有意重回慈善领域 他想找Netflix合作一党与母亲戴安娜王妃有关的 非洲行角寻根之旅节目 而且梅根不会参与这个计划 英国《每日邮报》王室评论员伯肖夫指出 哈利显然不适合演艺圈 毫无自在 所以哈利何时才会放弃演艺圈的生活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伯肖夫认为 哈利提出的节目企划都很荒唐 例如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 美国前总统川普 Meta老板扎克尔伯格聊创商经验 伯肖夫认为 哈利其实从来没有真心想成为播客或电视制作人 日前加拿大一名农夫因为在交易时使用了比赛的手势 闹出纠纷 法院判决结果出炉 法官认定该表情符号具备数倍签名效力 最终判定该名农夫败诉 惨赔6万多美元 据BBC报道 这几纠纷可回溯到2021年3月 加拿大萨克齐万省一名股物买家通过客户群组发出讯息 表示有意以每普世一时期加币的价格向农民购买86公吨亚麻 当地农夫阿赫特看到了质责消息 便和该买家通了电话 随后也收到了对方以讯息传来的一张合约照片 上面注明交付亚麻的期限为11月 并请他确认合同 阿赫特收到照片后回复了一个笔赞的大拇指表情符号 但是到了11月买家却没有收到货品 而当时亚麻的价格已经上涨 买家于是上门理论指出笔赞等于认可该笔合约内容 交易就此成立 但阿赫特却辩称他顺手回了个手势 表示自己已经收到文件不代表同意交易 两人因此闹上法院 慈安法官坚指出 根据字典上的定义笔赞意味着在数位通讯中用来表达同意 批准或鼓励 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下 使用表情符号比赞也能作为电子签名 成为确认文件的方式之一 最终法院判定阿赫特败诉 因未能履行合约 必须赔偿买家的损失 共61442美元 好 以上是本期望未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